喂 大家好 雖然我帶你一點點 但是叫我達明都可以 我叫達明 我不是姓張 我是姓譚 我記得1996年 我和家人移民來香港 最初人生路不熟 廣東話又說不正 我就投靠在 我阿姨那裡 他就是住在元朗那些村屋 最初來到的時候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朋友 為了有朋友 你無論如何都要埋怨 其實在村裡住 那些朋友都不是 很好的朋友 但他們都很好的 他們都教會我很多東西 比如喝酒、吃煙 說髒話 慢慢自己都養成了很多壞的習慣 例如賭錢 看一些色情的刊物 色情的光碟 其實偷東西 我試過 因為我在元朗大 其實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偷東西 我最初是偷什麼 偷隔壁村的龍眼 荔枝 我們就走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就走 那時候慢慢的 膽子越來越大 那時候 可能拿著膠袋 整袋砸 吃不完就扔掉 那時候 偷什麼呢 偷單車 那時候 那時候 膽子越來越大 我們拿著 那麽大把的鉗 去到元朗 偷人的單車 那 希望在座 沒有人是住元朗的 那 就算是也不關我事 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那 那 最差 就是入屋偷 其實村屋 是 不是經常鎖門的 是 入到 村裡面 偷 那 其實呢 上到中學 自己的脾氣 或者性情更加壞 那 更加同一班朋友 加入了黑社會 初初加入的時候 其實都覺得很威風 其實當時 我們是97年 我還記得 97年 最流行播的是什麼片 97古畫仔 其實塑造了很多 英雄人物 那 我也是其中一個 但是 就是因為這件事 就 影響了我一生 那 當時有個朋友 他說很想加入黑社會 但是他沒有門路 就找了我做中間人 那 我就成功引戰了他進去 那 後來那個朋友 其實就想找我幫他出口 那 我就約了兩三個朋友 就過隔壁 跟別人打架 那 我們一定會打贏他 還打到他哭 那 那個人也好 找回二三十人來打我們 其實他找那幫人 全部都是金毛 有公仔 那 當時 很害怕 那 以為死定了 那 第一時間打給大哥 那 那個大哥 都知道形勢不妙 那 叫我 你們報警 那 其實 因為 我們學校 是很近警局的 那 當然 當然要聽大哥說 就報警了 警察也是很快地來到 那 因為警察來到 我們才沒事 但是這件事 沒有使我離開黑社會 反而令到我性情更加暴躁 那 我們後期再找那個人 再打一次 那 其實在黑社會的日子 就是打來打去 那 我人生最怕兩種人 第一就是古惑仔 第二就是警察 那 很多時候在元朗區 我們都是被 古惑仔欺負 或者被警察 查身份證 經常性發生的 那 那 記得 中二那一年 那 就是 有一位代課老師 其實 我估計他不知道我是這麼壞的 就邀請了我去 跟一群基督徒燒烤 那 那次的燒烤 令我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那群基督徒 很順 以前我們燒烤 做些什麼呢 我們喝酒 吃煙 說一些色情的笑話 但是那次跟那群基督徒 燒烤 我們是做什麼呢 我們玩一些 很簡單的遊戲 丟下紙巾 拿些垃圾膠袋 不是圍著自己 是拋球 那次很開心 我真的被他們吸引了 然後老師再約我去一個福音聚會 基督徒就分享到 如果你不信耶穌 你犯罪 如果你犯罪 你就會落地獄 我知道自己犯了很多罪 那我當時就信了耶穌 其實信了耶穌 令我改變很厲害 其實很多學校 學校裡面很多老師都知道我信耶穌 很快就賞識我 找我做班長 PVAC 學生團契的幹事 我還有幸得獲得一個 全校老師都舉薦我獲得的 粗行優異獎 其實是一些很乖很乖的學生才獲得的 但是我那次就有機會獲得 另外 自己的脾氣也變得好很多 以前 我經常罵我媽媽 我試過打我妹妹 為什麼打我妹妹 就是因為我教她功課 她不懂得做 而我又不懂 那我就一巴掌打過去 是的 我自己的脾氣很差 但是又改不了 但是感謝主 改變了我 現在我和家人又說了又笑 我妹妹現在都對我很好 我也是對她很好 我記得 2006年 我自己還去到溫哥華 其實我去了做義工 去傳福音 去幫人 12年去了台灣 14年去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18年 還帶著家人 一起再去台灣 說我的人生很有意義 不只是 好像黑社會的日子 我覺得我可以幫到別人 我也很想在座各位 能夠認識主意的表演 多謝大家